被称为中间走廊的中亚铁路网 作为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家居的乌克兰 和鸿海的替代运输路线 近日备受关注 除了中国和欧洲相继在此进行大型投资外 据哈萨克斯坦趋势网站13日报道 美国官员已于7月14日至19日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和哈萨克斯坦推进基础建设投资项目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 此次访问期间 他将会见政府官员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 讨论潜在的基础设施项目和融资机会 以促进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战略基础设施投资 基由中亚及高加索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铁路网 被称为中间走廊 6月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等途经国的 国营铁路企业高层举行了会谈 就建设连接各国的铁路网展开合作搭成了一致 中间走廊提供了一条陆地路线 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东部地区与欧洲连接起来 绕过了更长的海上路线 据日金亚洲评论11日报道 中国与欧洲的货运主要渠道是有成本优势的海运 但胡塞武装对红海的攻击 长期持续使得亚洲和地中海港口的集中箱船变得拥挤不堪 在陆地上 从俄罗斯远东利用西伯利亚铁路的北走廊一直在使用 但由于俄乌冲突 欧盟对俄罗斯铁路实施了制裁 美国的金融制裁也成为交易的障碍 因此作为替代运输路线的中间走廊备数关注 据日金亚洲评论报道 今年6月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签署了有关铁路建设的政府间协定 计划10月份动工 这条中级乌铁路全长约500公里 立即投资总额超过50亿美元 从中国新疆喀什市经吉尔吉斯斯坦南部 连接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将连接金油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到达欧洲的铁路 还考虑延伸到南亚哈萨克斯坦趋势网站报道称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伊夫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 我们必须加紧发展现有及新的运输路线 这包括跨中间走廊 它最有效的保障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供应链 托卡伊夫说 扩大亚洲国家间的过境运输合作具有占领意义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报道称 西方国家也对开发中间走廊表现出浓厚兴趣 2022年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和芬兰努尔米宁 物流公司开始增加在该路线上的业务 而在2023年10月的德国中亚峰会上 柏林宣布将根据欧盟全球门户倡议帮助开发中间走廊 欧盟还宣布金融机构以承诺提供100亿欧元融资之时 德国中亚峰会表明 跨大西洋社区终于认识到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 华盛顿也在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的 黑海安全和发展战略中做出这样的承认